哈利路亚 看到Serene那么兴奋 所以我也从这边上来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中文堂有很多新的东西 有很多新的面孔 然后还有新的系列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你们要不要知道一个秘密 Serene姐她把我的开赏白全部讲完了 所以我们开始一拿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 所有的讲员 我们都问了这个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因为这个好心的一个系列 在我们当中 我告诉你们下个礼拜 是我们的这个信心应许之日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 过后一个星期呢 那位讲员非常非常的powerful 她不只是幽默 她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权威性 她是一个女强人 你们一定要来 告诉你旁边的朋友说 你们一定要在8月25号的时候 来教会听那个宣传 好不好 谁是她的讲员 Serene姐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朋友说 你们一定要来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还要告诉你们 我们很多Sky Night的讲员们呢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开始我们问 牧师 我们该怎么办 你的这个标题 那么特别 那么新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不过我告诉你们 大家都准备好了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从8月这个时候 一直到9月 9月中 9月尾 所有的讲员 他们都会来告诉你们说 我该怎么办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们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告诉你们 我们将能够一起探讨 我们将能够一起 陆陆续续的来分享 在这个系列当中呢 我们能够开始 一起去反思 在我们生命里面 的一些大问题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问题 比如说今天 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当我们怀疑神 是否存在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想问一下 做一个survey 在我们当中 谁相信神存在的 举手一下好不好 不是很多 这样第二个问题 谁相信神不存在的 举手 你们不敢举手 对不对 没关系 谁相信没有神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 举手好不好 感谢赞美主 大家都相信有神 我告诉你们 在不久前呢 就有两个邻居 一个是基督徒邻居 另外一个是 无神论者的邻居 他们都不错的 他们经常有交流 他们有说话 所以他们的话 话里面呢 都是常常问到 上帝存不存在 所以无神论者呢 他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他说没有神了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大爆炸 Big Bang 全部东西突然间 这个世界就来了 所以告诉你旁边朋友说 他是说你们是 Caboon变出来的 然后这个基督徒呢 他说没有啊 这个是神创造的 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常常就为了 这个来吵架 没有神 一个说是有神 所以有一天呢 这个基督徒邻居 他就 他就来到 把他家外面的这个院子 他就做了一个大翻新 他在这个大翻新里面的时候 就变得差不多这样 他有那个花朵 然后剪到美美 你们知道吗 有些花朵能够剪到 好像一些动物的形状啊 他做得很美这样 然后做了一个池塘 池塘里面放了一些鲤鱼 然后在那个池塘上面呢 又做了一个桥 哇 他整个的这个花园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那个非基督徒 那个无神论者呢 他的邻居 他就回家看到 哇 你的这个花园 做到那么漂亮啊 是谁帮你设计的 是谁帮你做的 那个基督徒告诉他说 没有人 KABOOM 自己变出来的 那个非基督徒 那个无神论者 他就说 哪里可能 你一定是有去找一些garden的 你一定是有去 邀请一个名人 来帮你设计这个花园 他说 你怎么会这样认为是有 他说不可能 他KABOOM 会变成这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那个基督徒就回答他说 那关于我们的世界呢 对不对 你看这个花园 你觉得肯定是有人去设计 对不对 那我们的世界呢 我想告诉大家说 就是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对我们周遭环境的 那个了解 有限 那个有限会让我们产生 怀疑 大家说怀疑 然后那个怀疑 会导致我们很困惑 它会让我们 有很多的犹豫不决 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瘫痪 有没有看过 就是很多时候啊 我们看到有很多信息 Too much information Too many information 我们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对的信息 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在 人际关系中 怀疑会让我们产生了一些 一些很不必要的一些破坏 它可能会放下冲突的种子 对不对 长期下来呢 这个怀疑会让我们生活 活生好像不是很好 会让我们长期的忧虑 会让我们有焦虑 而且会让我们的健康受损 它最后可能还会导致一个死亡 你们知道你们的怀疑 可以导致死亡吗 让我来告诉你们 在2019年 就是在COVID还没有发生之前 在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一个 那个叫沙摩亚 大家知道沙摩亚在那里吗 那个 那个沙摩亚那个地方 他们那边就发生了一次 非常毁灭性的麻疹 麻疹就是手里面有很多点 就是不能够靠近 他们会传染 然后为什么它会有 这个麻疹的爆发 因为大家对那个信息的不确认 大家对那个信息抱着一个怀疑 所以大家慢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有两名的婴儿 刚刚出世不久几个月 他们在打了这个疫苗过后 就是这个MMR 那个麻疹的疫苗过后 他们去世 所以全部的在那个沙摩亚的地方 他们就开始流传 哎呀这个疫苗不好 这个疫苗有问题 这个疫苗会让到小孩子去世 所以大家都不敢打 不过实际上 真实的原因是因为 医疗它那个过程里面 它出了疏忽 所以是医疗的问题 不是疫苗的问题 所以导致大家一传十 十传百 大家都怀疑的时候 没有人敢去打疫苗 所以在那个时候导致了 怎么样的后果呢 导致了5700多个病例 当中有83个死亡病例 大多数都是小孩子 大多数都是很小的小孩子 他们跟他爸爸妈妈的决定 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做一个决定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华鱼他能够自身什么 恐惧 他自身恐惧 最终导致死亡 我们在COVID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恐惧 如果有的话 不用把手举起来 我们的疫苗有多少种 有很多种对不对 一开始要打疫苗的时候 哎呀这个疫苗会让我们 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 对不对 在我们当中 有经历过这样的恐惧的举手一下 所以我知道你们没有睡觉 没有吗 这边没有 哇这边非常好 有吗 在我们当中 中间的有没有 没有 还是你们还没有打 这边的有没有 有没有恐惧 没有吗 好 感谢赞美主 你们都是非常好的 完全没有华语这个东西 有些时候我们在等太久的时候 我们等东西等太久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一个期望 他落空的时候 他打家地的时候 他也会影响到我们 他也是会让我们 这个信念 这个信心 没有在那边 他会让我们开始怀疑 所以 还有包括什么 可能挑战来的时候 可能在漫长的等待 事情不如意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 祷告祷告祷告 可是事情 事与愿违 周杰伦说的 是吗 事与愿违的时候 我们开始怀疑 神 你到底有没有在 比如说 我们祷告健康 突然间好像变得不是很健康 我们祷告 我们在金钱上有突破 结果好像越变越没有钱 我们要告诉你 弟兄姐妹们 怀疑是敌人用来盖住我们眼睛的一个手段 因为 当我们怀疑的时候 当我们怀疑神有没有存在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怀疑神你有在 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帮我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取悦于神 我们就不能够取悦于神 神是真实的 我要告诉你们 不管你们相信 还是不相信都好 神是真实的 你们相信氧气存在吗 相信吗 相信的举手一下 有人不相信氧气存在 在我们当中 看看一下你旁边的朋友们 有没有相信氧气存在的 好 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能够证明给我看氧气的存在吗 有吗 有没有至高奋勇呢 如果你上来的话 我请你吃巧克力 不过我们都知道氧气存在 对不对 而且氧气对我们生命很重要 我们看不到 我们摸不到 我们也不能够用肉眼 还是用我们人的方式 去证明它的存在 不过它存在 我告诉你们 我们的神也是存在 圣经说 神不喜欢华语 不喜欢华语 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在雅各书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用最大的声音来读这个 所以SE等一下 牧师会先来问你们 SM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读圣经得那么大声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 但他要凭信心 毫不愚惑 祈求 因为愚惑的人 三心两意 行事为人 没有定见 就像海上随风翻成的波涛 这种人从主那里 什么也得不着 你们想要在神那里 得着一些东西吗 想吗 你们想要祷告的时候 被垂听吗 我告诉你们 第一个答案 你们不要怀疑 今天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怀疑 神到底存不存在 可能你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你的朋友邀请你来 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怀疑神存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答案 第二个是 我们知道神存在 可是感觉好像他不在 我再说多一次 我们知道神存在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知道神存在 可是我感觉不到他存在 我有什么缺据 所以我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的科学家 他们来告诉你们 这个整个世界是Big Bang 是一个大爆炸 大爆炸来发生的 就是突然之间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大爆炸 然后全部的生命就开始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 基督徒我们用理性的角度去看 大爆炸之前 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谁开始了大爆炸 在大爆炸行星和行星之间的 那个碰撞 它需要一股力量 那股力量从哪里来 所以大家在说 大爆炸 大爆炸的时候 我们问回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在大爆炸是怎么开始 大爆炸是如何发生 在从没有东西 怎么样会有行星开始 科学家没有答案 他们只告诉你一个答案 就是从大爆炸开始 大爆炸之前 科学家没有任何的答案 我告诉你们 我的一部分是科学家 我在科学界里面待了十年 所以我告诉你们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在科学界里面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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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所以大家没有答案 它就从那边开始 大爆炸 就这样演变 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在宇宙中 它的物理常数 哇 那么深的字眼 物理常数 就是可能在 我们各种行星 行星之中的距离 可能太阳跟地球的距离 或者是地球跟月亮的距离 弟兄姐妹们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精算来放的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KK最近热不热 很热对不对 如果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再更短一点点 会更加热 再更加热的时候 你说哎呀不用紧了 我躲在家里面有aircon 我躲在办公室有aircon 没有关系到我 我告诉你们 如果天气太热 我们的水将无法液化 我们喝的水 它又会变成蒸汽 因为太热了 没有水我们活不了 这样如果是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稍微远了一点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哇 整个地球会变得比较暗 然后会变得比较冷 水同样的不能够成型 它会变成冰块 它会结冰 我们同样活不了 月亮靠地球太靠近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刚刚想到的 所以我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答案 有没有人要帮我 月亮靠近地球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月亮的地球的吸引力 它会让到我们有这个脏潮退潮的时候 记得吗 在几年前 KK突然间有一个突然间的那个水脏潮 弄到我们的地方沿水 所以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们 这个精准的距离 是上帝安排的 是有一个人安排的 就好像那个花园一样 全部东西都是安排放在那边的 所以神是有存在的 过后我们再看 有机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从大爆炸吗 大爆炸是无机物质 organic还有inorganic 如果你们要上科学班的话 你们要认真听老师说话 进化是需要一个DNA replicator 它是需要一个复制器 去复制我们的DNA 虽然我们全部人不一样 不过我们都是有从我们的基因里面 去复制去复制 这样第一个的DNA复制器 第一个的DNA是从哪里来 问你旁边的朋友说 你觉得是从哪里来 问啊 真的可以问了 给我喘口气一下 我告诉你们 第一个DNA是从神而来 这是从耶稣 就从上帝来创造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有余祸的时候 上帝到底存不存在 我们的第一个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回到创世纪 第一章 第一节它说 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 上帝创造了宇宙的一切 上帝创造了宇宙的一切 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 他这么说 他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上帝透过了耶稣 让我们能够经历 看到祂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相信 耶稣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存在的 那上帝就是存在的 阿们 只有摔圣弟兄 阿们 可能你们大家都还在想来想去 那个月亮 当我们怀疑上帝存在的时候 让我们用理性 还有我们的信仰来回应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们在我们当中 有人相信神不存在 我希望我们的这一个 已经解决了你们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基督徒 我们知道神存在 可是他好像不很真实 他好像只是对某某人好 那个某某人祷告就会被垂听 好像对我的祷告 好像没有什么垂听 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个好不好 第一大点就是什么 基督徒当我们怀疑神 是不是存在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祷告 我们还要禁食 因为怀疑是一个很容易 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 大家认不认同 突然间突然间 怀疑就能够发生 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 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心里面的感觉 它会让我们置于上帝的存在 然后我要告诉你们 就是我们并非对这个怀疑 无能为力 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 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透过祷告 就是透过禁食 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不确定性 上帝 你好像没有回复我 我不确定 上帝 我的祷告好像是这样 不过你给我另外一样 我不确定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不确定性 交托给神 求祂指引 我们并能够看到上帝的带领 和祂的这个改变 祷告是我们交托给神 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智慧 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 他说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只要凭着信心求 我们再读大声一点 一点都不愚获 因为那愚获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成 这样的人不要想主那里 得到什么 是哦 你们在问这个问题 那你们怀疑神的时候 你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能够靠住祷告和禁食 因为当我们祷告和禁食的时候 我们give out一些东西 我们放弃了一些东西 我们在放弃的当中 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聆听神的声音 阿们吗 你们赞同吗 我在这一次的这个四十天 四十天已经在进行了 谁已经有来过的 你们能够把手举起来 哇 不够哦 可以再多一点点 好不好 我们明天要来 明天我们的沈长老 他将会带领我们来一起祷告 所以我们中文堂的同胞们 我们一起来 给他哭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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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不是因为沈长老 是因为上帝很好 当然也是要因为沈长老 好不好 明天我们让这里大爆满 大爆满不是大爆炸 我们来这边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们 在这四十天里面呢 我选择进食 我选择不吃午餐 所以我跟你们讲 祷告进食是非常好的 我只是进了两天 体重之介下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来 我们还有多三十七天 能够帮助你的体重 能够帮助你更加专注于神 在这个四十天里面呢 最感动到我的是什么 我们每一天都有见证 我们每一天 都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说 上帝推养我的祷告 我只是刚刚祷告 上帝吹听了 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见证 是关系到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家庭 是关系到我们的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救赎 或者是我们的经济 为什么祷告和进食有用 因为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平复了我们的心灵 上帝让我们的这个 很乱 很怀疑的这个心 这个灵魂平静下来 所以我们能够再一次 祈福于上帝 即使在大风暴当中 我们都能够透过这个 进食和祷告 来安定我们自己 然后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你们知道 四十天 进食祷告是一个 是一个很难的一个process 我说我进食 午餐对不对 你们知道 没有吃午餐 虽然能够瘦 不过一整天 没东西吃的时候 是很痛苦一下的 不过如果在 这个痛苦的里面 我们都能够去master it 我们都能够去完成 那它将会成为我们一个 很有用 很强大的一个习惯 任的时候 当我们要来 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祷告 我们就开始来进食 以利亚 以利亚 圣经以利亚 她在和列山上 祷告的时候 她还是有怀疑神 哇 Prophet啊 那个先知啊 她在祷告的时候 她都怀疑神啊 还在祷告的时候 怀疑神 还有谁怀疑过神 亚伯拉罕 怀疑神 神你的应许 跟你在我做的东西 有点不一样 大卫和雅各 也是如此 可是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们 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做 神孩子的 这一般 我们需要听到 我们父神的声音 要怎么样能够听到 我们父神的声音 我们要来亲近 我们的神 这样我们才能够 听到祂的声音 我们才能够体验到 上帝给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 如果是我们怀疑的话 我们常常会被 陷入这个情况 你们知道 这个是什么来的吗 这个是一个炸弹 然后你们在看戏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彩蛋专家 他要去剪掉那个 剩下 剩下几秒的时间 他在那边的时候 通常都会让到你 哇 很紧张的 是要剪掉那个黄线 还是红线 他学习的过程里面 是告诉他要剪红线 可是他想想一下 那个方式炸弹的 那个可能是很tricky的 它可能是有很狡猾的 可能是黄线 所以 当怀疑太多的时候 往往这些事情就会发生 它会让我们 不懂要做什么 会让我们很满脏 会让我们很乱 所以时间又过得很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 当我们不知道 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向神来求智慧 因为上帝 祂看了这一切的一切 Amen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好不好 我今天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可能我会有点紧张 因为今天我的太太 在我们当中 平常她没有在 没有那么紧张 我告诉你们 在讲道的时候 有两个人会让我很紧张 第一个是我们的 我的太太 第二个是我们的主任牧师 牧师没有在对不对 在一个季节的时候 几年前 我们非常渴望有一个孩子 我们结婚了 我们非常渴望有一个孩子 不过当我们很渴望有孩子的时候 生不出来 我的问题 不是她的问题 我的问题 怎么try 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知识 都不行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祷告 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就祷告 交托给神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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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回应 好像 好像 我们祷告 别人的孩子更多 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 好像祷告错这样 祷告 祷告 别人又生了几个 我们就是不能够 所以 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绝望 有一点失望 祷告了没有用 有一天呢 就有一个朋友 在美国的朋友 然后还有一个牧师 在西马的牧师 突然间他们就简讯我 问我说 你的太太是不是怀孕了 我说我希望啦 我很开心啦 我希望 就是已经成真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以为然 然后当时我们的家人有在 我们一起 乘着那个speed board 我们去对面的那个岛 岛玩 所以那个speed board 你们懂speed board吗 它不是顺顺的吗 它是一直 所以我们就去了对面的岛 不过回来的时候 就有一点紧张啦 这么突然间会有一个牧师 会有一个人问起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检验 这个就是那个检验器 检验的时候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result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就 哎呀 就不以为然 然后又是 这个月又是祷告不被垂听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检验器 放在我们的洗手间 然后我们去做我们的东西啦 一下子突然间 我的太太好像喊了一下 啊 她喊得比较好听 她讲 哎 好像有线 你们知道那个 燕运帮要有两条线的 对不对 好像有线 刚才我量的时候没有线 突然间有线 在COVID的时候 大家都有经历过 对不对 啊 第一次有没有COVID的时候 没有线 啊 等了几分钟后 有线 我是有COVID 还是没有COVID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经历的那一个 我看到那个线 它很 它很萌啊 慢慢跑出来 我很兴奋 我讲 哇 上帝你最近我祷告 我马上冲去 One Bonio 那个时候 我去买了这个 这个比较贵 这个很贵 这个是电子的 我买了那个电子回来 我就叫他 OK 这样你要去洗手间 准备准备一下 所以他就喝水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 要喝水啊 所以他喝水 他去准备 准备了出来 这一个很准确的燕运棒 哇 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事情 我们等了很久 这一个燕运棒 它出了一个字 ERROR 花了30块钱 买了一个出ERROR的 这个燕运棒回来 我不放弃 我又冲去 One Bonio 再买多一次 这一次呢 我做了一个决定 它可能会ERROR多一次 所以我就买了多一个 普通的燕运棒 所以我们又倒回来 又重新检验 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燕运棒上面呢 它出了两行字 它出了两行字 它说14 days 差不多是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哪有人 验得出的 比较难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又很兴奋 我就说 好 我们马上去做检验 我们去到了 那个医生 那个时候 那个医生看到我们 因为我们很兴奋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然后他就 你们躺下来 我帮你们做 那个扫描 扫描的时候呢 我看不到什么东西 那个医生告诉我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心情吗 他在扫描什么时候 我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了 另外一句话 他说 我把我的恭喜拿回来先 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我才跟你讲有没有 哇 晴天霹雳 我看出天空 我跟上帝说 玩爷啊 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 God 玩爷啊 所以那个时候 他讲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因为太早期了 两个星期是很早的 看也看不到 他说我只能够咽血 然后那个时候是拜五还是星期六 他说 验血你要等到星期一 哇 拜五 拜六 礼拜 拜一 那几天是我们祷告 祷告到最多的一次 好紧张 我一直祷告 上帝啊 这个好像有 你就让我们承援 让我们承 所以 星期一一早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打去医院 他讲 九点还是八点半开 我们差不多是十五分钟前 我们就一直打电话去了 我一直打 没有接的 我老婆说 当然啦 人家没有开嘛 最后呢 电话接通了 你们知道他告诉了我 什么消息吗 恭喜 怀孕了 他没有说这些话 他跟我说 你的报告我拜六记给你了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们 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 我们自己找爷来做 对不起 找爷是什么话 我们自己找事情来烦 你看 如果他星期六 我有去check我的email的时候 我没有这样漫长在里面 一直反来反去 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又睡不着 可能我星期六 我就很开心了 可是我怀疑 神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都放了一个牧师跟你讲 都放了另外一个 从美国来的都跟你讲 有啦 都给你这个惊喜 有啦 你还要怀疑我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不要怀疑神 因为神 祂的应许是好的 神要给我们的应许 是非常好的 告诉你朋友朋友说 Amen 如果我们开始怀疑 我们是自己 拿事情来做 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不要只是 看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要 看我们四周围 看我们四周围 我们要怎么看 当我们怀疑神 是否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会变成 很中国的人 对不起 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中国人 我这个只是一个引述 完全没有这个 racist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我眼睛 也是很小 这个字怎么读 俠 非常好 这个YY姐妹 给她一个掌声 如果我没有查字点 我会说 狭义的视角 所以这个字读 狭隘 狭隘就是眼睛很小 所以 如果我们的眼光 很小的话 我们只能够看到 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告诉我的 我们 我们的眼光 很小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一个 大图画 一个大蓝图 你们有听过 盲人摸箱的故事吗 有吗 每个盲人 他们摸到大象的时候 他们只能够 告诉我们说 OK 这个大象长得 好像一条管 这个大象的 这个大象好像很软软的 因为他摸到耳朵 这个大象 它有一个 很常常奇怪的东西 我说的是鼻子 你知道吗 所以 因为他们的眼光 不能够看到大图画 他们只能够看到 他们 他们能够感觉到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 只看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 四周围的时候 往往 我们都能够 我们会被限制在 在这个 这个 很狭隘的 这个眼光里面 怀疑 就是当我们 软轻被蒙 蒙着 我们以为 我们跑得很直 结果 我们没有 跑得很直 在这个 奥林 我们来读这个新闻先 你们要专心 依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一起来读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当我们看不到 大图画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神 因为神 他来指引我们的路 我们不能够 靠着我们过去的聪明 我们过去的成就 我们今天的知识 来认定我们明天要走的路 在 今天是奥林匹克最后一天 对不对 所以我很喜欢跑步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有追踪了 这个田径赛的 这个项目 在中间这个叫做 挪亚 他现在是美国一个 新兴的一个运动员 他的200米是每次跑 每次拿冠军的 200米 所以他跑的时候呢 他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所以这一届的奥林匹克 他决定挑战两个项目 他200米 他已经能够战胜了 所以他就挑战100米 他在100米的项目的时候呢 他就夺了金牌 哇 非常非常厉害 9点 9点6还是9点7秒 他就夺了金牌 所以 隔了几天 来到200米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 那个叫什么 胸有成竹 因为他过去 都是拿到了这个金牌 所以 当人家都在准备的时候 非常全神贯注的时候 他是跳着出来的 他跳出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他已经在庆祝了 好像庆祝他已经得奖了 因为他告诉全部人的说 200米是他的老婆 就是他的囊中物的意思 所以在比赛的时候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只得到了铜牌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 为什么 因为他依靠他自己的聪明 他想到 我肯定会拿到的 因为这个是我的囊中物 他忽略了周遭的事情 所以他就 用他自己的智慧 他去跑 结果他拿了铜牌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我们必须 不要为着 我们过去的成就 来想着 OK啊 没有问题啊 我今天跟明天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过去很厉害 那个是我们 依靠我们自己的才华 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就好像这边说的 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要依靠 那看我们大蓝图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 我要鼓励大家 就是 我们要 唯有跟着神 我们才能够看到 我们的生命的大蓝图 我们唯有 把我们的眼光 从我们的问题里面 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眼光 定睛在神的时候 我们看周围 哇 那么多的见证 那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从那边 我们再去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才能够 follow我们的神 被神来指引 哈利路亚 有些时候 我们抬头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遭 我们看到我们的大自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星空 我们的群山 我们的日落 在看这一些一切的一切的时候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 燃起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都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只有神 能够让这一切来发生 神是我们的 我们生命的作者 好 我来到最后一点了 今天比较快一点 对不对 希望大家都开心 不要怀疑我的真诚 信心来自听道 不是来自听世界 当我们怀疑神 是否存在的时候 往往 我们会去哪里找答案 Facebook 小红书 年轻一点 TikTok 我要告诉你们 就是这些平台 他们会强化 我们的不确定性 对吗 它会 它会让我们更加的 怀疑 比如说你拿出你的电话 拿出你的电话 然后你说我要买车 等一下午餐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车的广告出来 你说我要买衣服 我要买衣服 等一下就会有很多衣服的广告出来 这些社交媒体 它是一个回应 它会让我们想要的 它会来 喂 喂食我们 所以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更多的怀疑 神里存不存在 等一下就会告诉我很多 神不存在的这些theory 亲爱的姐妹们 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 当我们有不确定性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看 这些世界的答案 这些答案可能是不对的 我们看到报纸 给我们的一些专人的这些建议 可能是很好的建议 未必是对的 为什么呢 当我们遇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怀疑神是不是存在的时候 可能他们给我们的方案就是 离婚 对不对 当我们遇到 失落的时候 它给我们生命的方向是什么 冥望 财富 或者是其他其他种种的东西 来当作我们幸福的一个关键 它让我们想到 我们常常需要很快 马上即刻 地去解决一些事情 这些是属世的答案 未必是神的答案 这些答案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快地得到了空虚 它不能够未保我们心灵的这个答案 所以保罗他说的这句话 他说 信心是听到而来的 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常常地来读圣经 我们常常地需要来读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带来鼓励 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带来翻新 神的话语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话语拿掉 你们知道读圣经 它不只是在文字上的一种交流 对不对 读那个圣经就是那个字 你们知道圣经这个道 就是神本身吗 这个道也就是耶稣本身 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在以神相遇 大家说以神相遇 有谁在我们当中想要与神相遇的 举手一下好不好 敢敢来举手一下 我要与神相遇 我们要读圣经 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我告诉你们 读圣经它能够带来改变 读圣经它能够带来自愈 在我们话语的时候 它能够把我们的眼插开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大图画 在几年前 我在准备我的博士的考试的时候 可能你们中间有一些人 听过的这个见证 我在准备的时候呢 哇 挑战很大 前一个晚上 你们那种心情 有一点比讲道更加 更加嘎吵 那个心跳很快很快很快 我在准备好要睡觉的时候 我的太太说 不如你去隔壁睡 我们不想影响到你 我去睡觉的时候 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流汗 在冷气房里面流汗 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 我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那些不确定性 那些华语告诉我说 如果你一不及格 你将会花更多的时间 你将要赔钱 你将要不可以这样 你的朋友全部都上岸了 你还在那边做一个穷书生 很多这种话来告诉我 我的整个脑里面都是怀疑 我知道这条路是上帝带领我的 可是我充满了怀疑 在那个时候 上帝的话语来了 有一位姐妹 她就发了那个信息给我 她跟我说了一段经文 我看了那个经文过后 哇 有能力 我觉得 哇 不错 过了几分钟 另外一个姐妹 不同的人 她竟然发了 一模一样的经文给我 哇 当我读到那个经文过后 我的全部愚惑消失了 当我在读那个圣经 那段经文 短短的那个经文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怀疑 我的全部的这种 negative thoughts 完全不在 哈利路亚 各天我去考试的时候呢 我是充满了信心 不是那种囊中之物那种信心 我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信心 我是充满了从神而来这种力量 去面对我挑战的这种信心 记者妹 我告诉你们 在那一天 那个考官 他跟我说 Joseph 你成功了 你毕业了 告诉你们 喜悦的眼泪从这边流出来 没有drama 真的是这样 哇 我去报我的教授 从来没有报过她的 哗哗很紧 一位姐妹 她现在在另外一个教会 另外一个姐妹 就是我们的Seren姐 你们想要知道 那个经文是什么经文吗 想要知道吗 有吗 有想要知道的吗 我告诉你们 我忘记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读圣经 我要从头 读到尾 我要去找回 那段圣经 帮助过我的这段经文 不过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原来 为什么我会忘记 是因为那一段经文 只是在那个时候 的一个帮助 的一个提醒 上帝要告诉我说 从头到尾 都是能力 弟兄姐妹们 圣经 从头到尾 都是有活着 神的能力在里面的 弟兄姐妹 我再说多一次 哈利路亚 所以 我要宣告 当神的话语 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祂能够释放我们 从我们的话语 从我们的不确定性 从我们的挑战 上帝在我们当中运行 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 三个大点 第一个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进食 大家说阿们 And see you tomorrow 第二个 我们要 把我们的眼光 从我们自己的问题 拿出来 我们要看周遭的一切事情 周遭的见证 上帝的创造 第三 我们不要读世界 给我们的答案 我们要读圣经 给我们的答案 圣经的话语 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 要和你说的话 Amen 我在想要怎么结束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敢搞了 我只有一种感动 上帝 祂是我们生命的作者 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作者 不管你几岁 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层 上帝 祂是我们生命的作者 祂知道我们的故事要怎么写 我敢很肯定地告诉你们 我们的作者就是上帝 祂要在我们生命里面 写一个希望的故事 祂要在我们生命里面 写一个成功的故事 祂要在我们生命里面 写一个有盼望 战胜一切的故事 我们的神 我们的作者 祂不会给我们一个失败的故事 你们相信吗 我相信 我相信 我非常确认 我非常相信 上帝 祂的应许 上帝祂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 是Yes and Amen 我们向神求什么 祂会给我们三个答案 Yes 大家说Yes No 大家说Wait 马上可以 不可以 或者是等待 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看到了上帝的应许 祂说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我用英文说 你们大家都了解 对不对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多结果子 这个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它是上帝的一个 command 它是上帝的一个命令 你们要去多结果子 然后你们要take dominion dominion的意思就是讲 你们要去 在一个你们的区域里面 你们要去战胜 你们要去成为头 不过在多结果子 战胜这一切之前 你们需要做什么 你们需要做什么 你们需要种 你们需要把那个种子 种下来 过后呢 那个过程就是你们要等待 这个树 它长大 到了对的这个季节 它才会开始开花结果 所以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说 等待 是相信神的其中一个 process 是其中一个过程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 你们遇到什么问题 不过今天上帝的话语 来到这里 祂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等待 等待过后 上帝要我们开花结果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要请大家一起站起来 可能你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们是戴上了一个面具 可能旁边人看你的时候 你是笑着的 不过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你有很多的困扰 上帝要对你说 你将会战胜你一切的恐惧 你将会战胜你一切的困扰 这门当中 可能今天你来的时候 你不是很舒服 可能你的 你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你对你的健康有不确定性 今天上帝要说 你相信我 我将带你度过 你将能够在你的这个健康上 开花结果 take dominion 可能在我们当中 今天你来的时候 你的婚姻 你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那个挑战大到 可能你决定 离婚可能就是收场 在我们当中 你不需要把手举起来 不过上帝今天要告诉你说 你将会在你的婚姻里面 开花结果 你将能够掌权 神圣的掌权 在我们当中 可能你们 你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石头 压着你们 你们感觉你们透不过气来 可能你们的经济上 遇到很大很大很大的挑战 可能在你们的生意上 或者是你们本身的 saving 你们储蓄上 你们好像 怎么样都存不到什么钱 你们觉得这个钱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上帝 要对你们说的就是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你们在经济上 将会有一个突破 你们将能够去控制它 take dominion 把你需要等待 等待神 这样的时候 我要邀请大家 把眼睛闭上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 来鼓励大家 来交托 今天你来听到 不是因为我讲得对 今天你来听到 是因为神 在我们当中运行着 上帝的灵 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 祂是来解除 我们一切的忧虑 当你对你的前程 你的 future 不确定的时候 上帝要告诉你说 你将会开花结果 不过现在 你将要种 那棵树 它可能是你 对你家人的 salvation 就是他们的这个 救赎 你可能为你的家人 祷告了很久 没有事情发生 上帝要告诉你说 继续浇灌水 在那个树上 上帝将来改变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 我们把手举起来 是因为我们要交托给神 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一起开神来祷告 我们开神祷告 我们开神向神来诉苦 因为什么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 怀疑神 好不好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 怀疑神 到底存不存在 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姐妹 今天过后 我们每个人 中文堂的弟兄姐妹 整个Skyline 我们将要确信 我们将要确认 上帝存在在任何事情里面 上帝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能够从神那里 来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大蓝图 好不好 一 二 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shuk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